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世界衛生大會還有兩天正式舉行 在這個時候有外媒公開了一封 由中國政府致行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機密信件 在這封信裡中國向譚德塞施壓 要求他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確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份機密信件是由外交政策期刊披露 信裡頭是這樣寫的 說世衛大會為各國提供了獨特的機會 進一步深化團結對抗疫情的努力 但我們非常擔憂一件事 就是有特定的成員國試圖發起所謂的台灣參與議題 在處理台灣參與問題上 應該遵照一個中國原則 作為對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的體現 而台灣當局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等同於自己關上參加世衛大會的大門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全球需要關注在拯救生命的任務上 而不是因為政治操作而分心 但這封信也有提醒到 世衛組織秘書處應該作出必要安排 確保得到台灣在防疫問題上不會出現空槍 這封機密信件反映出 中國繼續運用著它自身的影響力 一如既往地要將台灣在國際空間的參與 壓縮起來 但中國式的邏輯也挺有趣 一方面叫世衛組織不要因為政治操作而分心 但另一方面 中國自身也是在搞一些政治操作 這真是非常大的矛盾 不過不要緊 這就是中國式的邏輯 但美國也不是坐在這裡 讓你搞政治操作 早前美國已經通過了台北法案 台北法案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加強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 所以美國已經發散了人手 通知歐洲文明國家快點挺台 要重返世衛組織 目前有多少個國家是真正挺台的 除了美國之外 還有日本、澳洲、紐西蘭、英國、加拿大、法國和德國等國家 但似乎挺台國家的數目遠遠不及挺中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消息指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天分別與南非總統拉馬佛沙 以及匈牙利總理奧班通話 南非總統拉馬佛沙說 南非支持中國在台灣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 願意與中方密切合作 維護雙方共同的利益 至於匈牙利總理奧班怎麼說呢 就說匈牙利始終是堅定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 而中國外交部長兼國務委員王毅 亦分別與匈牙利、波斯尼亞與克塞哥維耶 以及愛沙尼亞等國家的外長通話 匈牙利的外長西亞伊托就說 匈牙利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是空中關係的政治基礎 匈牙利是不支持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的 波克外長陶可維奇就說 波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歡迎中國企業進一步擴大波克的投資 不斷深化兩國的經貿合作 似乎東歐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國家 對於挺中的立場都相當堅定 故此就算在世衛大會當中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提出一個議案 說要讓台灣重返世衛大會也好 相信一旦表決的時候 點數也算不夠票 這件事當然美國也可能預算了 但他也是盡自己的努力去做 至於中國 整天誇掌自己如何為世界爭取時間 但中國似乎本身還未完成 在吉林省的舒蘭市 最近又出現了新一輪的爆發 而且在昨晚吉林省委宣布了 說要免去舒蘭市委書記李鵬飛的職務 這麼快就已經要找人去問責 一定是爆發得很嚴重 不然又要封城又找人去問責下台 目前根據官方的數據顯示 舒蘭市的個案數字累積已經達到31宗 但這個數字似乎挺流效 只有31宗個案就要玩到封城 而且連市委書記都要問責下台 這樣都被指 原來從明天凌晨開始 舒蘭市內的所有私人診所、門診部門都要關閉 不得為病人進行治療 市內的病人如果有不適的話 需要去到指定醫院治療 如果發燒的話 一律去發燒門診求醫 會不會變成武漢2.0 根本上你未完成 所以香港最好就不要這麼快 重新開放陸路關口 否則整群蛙鬼湧下來的時候 到時香港就真的是武漢雞籠 像林鄭所說的 武漢雞籠是這樣的 不是用來形容香港的教育制度 但香港人對於這些蛙鬼抗拒 有些國家非常歡迎 例如泰國 在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影響下 泰國旅遊業界的收入跌到只有一成一 但他們已經將中國和韓國從疫情地區切除了 他們認為中國的疫情已經受控 相信中國的遊客將率先獲得批准 最快就可以在7月入境泰國了 旅遊業界的人士就預期 由於目前各國仍然是封關當中 在無法選擇之下 大陸的旅客將會大量湧到泰國 進行報復式旅遊消費 去多些 千萬不要來香港就行了 免得搞到香港污煙瘴氣 雖然目前香港人放假的時候 不能去外遊 但現在出街聽少了很多普通話 聽少了很多V哇鬼叫 因為這些遊客很喜歡唱山歌形式 隔著整條街大喊 亦少了很多不文明的行為 包括隨街套壇 隨地便匿等等 亦少了很多拖劫客 不用讓你這樣的行李搖滾腳 至於受到自由行旅客嚴重影響的上水 以及受到一車車團客嚴重影響的紅磡和土瓜環 現在就真的一天都光了 少了很多這些人 社區突然之間清新了很多 但這種日子 不知道可以維持多久 希望越來越好 就算疫情過去 也不代表馬上要開關口 其實現在出街 如果見不到警察 基本上就是比起舊市 舒暢很多 因為這個自由行政策 已經實施了十幾年 基本上要來的有錢階層 就已經來過很多次 也對香港沒有興趣 那些能夠消費得起的旅客 大部分已經把目的地 改到歐美國家 好了 至於現在還經常走來香港的 會是什麼人呢 包括就是那些走水貨的人 所以就經常逼爆上水 包括就是那些什麼 就是那些零團費的旅客 或者是極便宜團費的旅客 睡覺又走去沙灘扎營 一時是做麥當勞的難民 諸如此類 反正肯消費的金額 非常之低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洋公園 海洋公園一年招待多少 這些大陸的旅行團 隨時連門票的價錢都收不足 但是當你吸引了這些 劣質低質低 當次的旅客入到這個公園的時候 這些傢伙就不肯捨得花錢 自己就買好麵包 買好這個瓶裝水走進去吃 基本上就不會用到你那些 下餐飲的消費了 好了 那就糟了 明明其中一項最賺錢的 就是餐飲消費 他一元都不用 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玩過山車 或者是玩機動遊戲的時候 有一些照相服務的 那些傢伙就孤寒度縮 一張他都不買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招待這麼多這些旅客 就只會高了那個遊客數字 但是你那個收入怎麼會有增長才行 那便會有增值 其實這個現象不僅是在海洋公園出現 整個香港都是這樣 寧願你招待那些有錢的旅客 你不要招待這些劣質旅客 是沒有意義的 這件事一定要反省 在疫情過後 不要一開關就是鬼門關開放 有鬼用嗎 那些人來香港做什麼 不用錢的 你來香港做什麼 不要來吧 要去去哪 泰國歡迎你 現在泰國說要開關 最後就說說美國總統特朗普 他被人說他彈出彈入 為什麼呢 上個月他才宣布暫停支助世衛組織 但是在霍氏新聞其中的節目引述了 一封由美國總統發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的信件 就說特朗普同意支付相當於中國分攤會費的金額 即是說美國很可能將會恢復對世衛組織的資助 不過就是中國給多少錢 美國就給多少錢 給了一個機會中國和美國平起平坐 那實際為什麼特朗普會這樣彈出彈入走這一步呢 我相信他就是要應對著美國本土的左翼分子 即是俗稱左膠 因為這班人經常在呸呸鬼叫 他就說你這樣是完全切斷對世衛組織的水喉 就不行了 又說人道這樣那樣 現在特朗普說恢復 只不過中國給一元 美國就給一元 那我覺得他走這一步也是好事來的 起碼就可以用這小小的錢 塞住那些傢伙的口 那時候不是完全山水喉 都有給的 不過中國給多少 美國就給多少 那沒理由 這班這樣的左膠右繼續打特朗普 因為沒有道理的 所以這一步我覺得他走得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